大家好,这里是在严肃的报道的血断在某霍的故事里找逻辑的报复研究局 我是二号研究员张公公 最近因为三番之洋硬核治愿我国疫情 蒙古这跟北方的邻居再次进入我们的事业 这一个生在马背上的国家 作为在苏联解体前的世界第一内卤国 离最近的海岸线有将近700千米的距离 但是他们却拥有一只成建制的海军 那么这只从地缘上看 除了中国再无敌手的蒙古海军 是如何在财政世界的蒙古国内得以留存 又不断壮大的呢 1949年4月23日 蒙古国的第一支现代艺的海军在扑苏贵尔户城里 他有主力舰一艘兵员七人 人称王夏七五海 而这服役的七名海军官兵可以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包括了一名海军上将 一名上尉 一名指挥官 一名中尉指挥官 一名中尉和两名少尉 但是七名海军官兵用 仅有一人会游泳 船长兼海军司令 则是著名的相声国杖于一局先生 什么北京 他父亲是蒙古的海军司令 这都不讲话 别说了 行了 别说了 怎么了 蒙古有海吗 叫海军司令 彼时二战尚未结束 周边局势依旧动荡 在苏联大举向远东动员军事力量的同时 对军用物资的需求 也呈指数级的上升 为了有力的支援反法 西斯同盟战争呢 蒙古国这个达瓦里西 开始享用苏联大量的运输木材续产品 毛皮煤和矿物等战略物资 为了维护这条经 斯隆格和直至贝加尔湖的航线 免奏侵袭 蒙古海军也就应运而生了 正后为了细与苏联的经贸关系 互同有无 这条航线便被保留了下来 并成为了蒙古国进口苏联工业品的重要通道 但在60年代之后 煤矿石油等资源的开采运输 对当地的环境造成了难以估量的破坏 为了保护窟窟窟窟窟窟的神态环境 蒙古海军前瞻性地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性的策略 关闭了石油运输的通道 转而开发当地的旅游经济 然而在高度集中的政经体制下 无论是蒙古还是苏联 都不可能戳得起旅游业的消费市场 尤其是到1985年 蒙古海军服役的苏赫巴图尔号二是沉默的 更是让本就困难的蒙古海军 端了主要的经济来源 陷入了无常可用的局面 1997年 失去了苏联持续输血的蒙古 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财政危机 难以为继的蒙古政府 决定效仿南面的经济改革 对蒙古海军推行私有化管理 也就是说让弃物海以个人身份 承包了整只蒙古海军 包产到船自筹军费 然而没了船的蒙古海军 却因此陷入了窘境 士兵们甚至只能在岸上操练 直到五年后的2001年 他们的老伙计俄罗斯为了照顾这个传统上的生意伙伴 免费赠送了他们一艘老式拖船 这才让蒙古海军重换生机 虽然已经自营管理的蒙古海军 不再有政府的资金支持 但是随着这艘苏赫巴托尔号三世的服役 蒙古海军波澜壮阔 堪比大海的创业之路就此展开了 起初海军的主业依旧以航运为主 毕竟是传统艺能 虽然少了大宗的石油等宽敞贸业 但是本地民众所需要的羊猫 皮革等轻工业产品 依旧对于俄罗斯的出口有极高的依赖度 而且海运的巨大运载量 显然不是蒙古传统的马匹所能媲美的 因此蒙古海军迅速在当地的物流行业 打开了市场 甚至承包了部分国际贸易中转的智能 假以时成长为蒙古身丰也不是没有可能 但是蒙古海军显然之不在此 毕竟都是伟大航路上漂泊多年的老江湖 那比起激烈的商业场上厮杀 还是娱乐服务业更得起舞海的青睐 物流行业干的声明确起之后 摇包鼓起来的蒙古海军 开始把目光转向了另一个行业 从60年代就肩负起 酷苏鬼和旅游开发了他们 显然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 长期积累的资本 被七五海投放于船只的外观建设 还有相应配套的娱乐师事建设等 为了贯彻军民同乐的理念 他们开辟了载客游览业务 票价呢是每人12美元 要知道像爱荷华号这样 从未靠近蒙古海军 1000海里以内的老古董 都要价近20道 所以这个价格可以说 在同行业里相当亲民了 除此之外 船长与一局还开启了 游客互动跳舞的温旅项目 不按野地烧烤一跳龙 一起感受流行文化 但这些温旅项目 终究还是小打小闹 真要整活 还要看蒙古海军的版权收入 根据海事法语国际公约 世界所有国家 包括内陆 均享有海上航行自由 所以商船 是可以将自己的船机 注册在蒙古 并悬挂蒙古国戚与船骑的 而蒙古国的船骑 是航运界著名的方便骑之一 商船悬挂方便骑 就可以不受本国航运工会的显示 而且可以廉价 公众第三世界的船员 在人员开支上 大大的减轻负担 甚至在船令方面 也会因为缺少监管 而实际延长使用收入 就比如巴达马 按出测来说 其船舶的拥有量 占世界总领位的12% 因此譬如朝鲜 此类近东亚 又常年受到国际制裁的国家 就会经常悬挂蒙古旗 当然也会有船家 因为蒙古注册费用 关税费用更加低廉 不远万里的跑来蒙古 竟能注册 所以仅仅是商船注册 与管理这方面的收入 蒙古一年就可以获得 近35万的美元 这对于他们来说 是一笔不菲的外货收入 因为在国内 有着对大海绝对支配权 蒙古海军的日子 那可谓是相当的安逸休闲 然而就在去年 七五海对蒙古的海域 绝对支配权遭到了挑战 2019年7月 蒙古布伊努尔湖流域 边境保卫部队成立 布伊努尔湖就是贝尔湖 现在是中国与蒙古的边界 古时候称为捕鱼尔海 也是蓝玉彻里覆灭 猿王朝的地方 很有事 在这片近600平方公里的户口上 蒙古是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用于建设这支边防部队 那除了大量的每只7米级的 RHBI刚性船体充气艇外 同时还配备有 YAMAXDeluxe系列的摩托艇 除此之外 年轻活力的成员 也成为了蒙古海军的禁敌 全怕少壮了 他们毕竟没有掌握 神秘的东方力量 声音有限 总而言之 随着这批现代化的水域部队成立 老迈的蒙古海军 恐怕也要迎来 他们漫长历史的终局 毕竟作为一支成建制的军队 若是为商业所得而果足不前 未免会失去对原本责任的坚守 只是不知道他们在和游客们携手共 巨大的影响 播放新时代的浪潮音乐时 他们能否再想起曾经金歌铁马的岁月 在他们一直为之骄傲的传统中 想起自己曾经许下的诺言 我想有一天 他们会看见真正的大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